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罗想让大家暂时在这里躲一阵子 可亚斯拉奇不想干 这里太脏 太乱 太差 或许我们可以到其他伯爵家里站住呢 阿罗直接拒绝了亚斯拉奇的这个想法 要是我们去了那种人多的地方 没几天就会被伯格的人知道的 没有办法 现在亚斯拉奇只好听阿罗的话了 与此同时 伯格正式接管了洛格的领地 他向领地里的人宣布 从现在开始 邪阿罗提供洛格家人的下落 自己都会奖励和举报人身体同等重量的黄金 还有就是 现在领地里的人不准再谈论起洛格 谁要谈论起他就是死罪 说着伯格看向了一旁的先知 于是在演讲结束后 伯格就去找到了先知算命了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 本剧中的先知是真的先知 可以看到未来 先知告诉伯格 谁让自己看到未来的场景 伯格迫不及待地 问自己未来的结局是什么样 先知说他看到一只熊鹰在伯格的上空盘旋 伯格一听高兴坏了 鹰是好的象征 嗯 这里是一个大伏笔 大家记住 后面会有对应的剧情 故事现在转回到英格兰这里 我们的炮噪国王正在和手下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炮噪王的儿子 之前去召集军队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现在就等国王的命令 炮噪王感觉应该和这些人谈谈 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主教觉得 这些围近人太残暴了 和他们谈有风险 炮噪王提议和围近人谈之前相互搞一个人质 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谁来当这个人质呢 炮噪王立马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 搞得韦塞克斯的皇子很惊讶 什么鬼为什么是我 既然是老爹安排的 皇子也不敢说什么 只得同意 说完他们就开始进行计划了 韦塞克斯和围近人谈判正式开始 双方交换了人质 洛哥到了韦塞克斯的城里 皇子被赫若克带回了围近人的营地 接着洛哥就被带去建了炮噪王 这里有个小彩蛋 大家注意洛哥近尘看到的这个雕像 是不是很眼熟 炮噪王为什么叫炮噪王呢 不单单是因为他平时喜欢炮噪 并且他还用炮噪的方式来招待客人 商谈国家大事 于是他就请了洛哥一起炮噪 话说这段拍得有点显微妙 炮噪王 炮噪王 炮噪王询问洛哥 他们为什么不回家 他们抢了翁澈斯特大教堂那么多财宝 应该够了吧 洛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财宝 而是英格兰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土地 为什么说炮噪王厉害呢 他一下就猜出了洛哥的心思 于是告诉洛哥自己可以给他土地 但是洛哥得帮自己一些忙 毕竟自己也是一个有野心的国王 所以洛哥和他的那些勇士们 对自己很有用 这里也就形成了最开始的雇佣军的概念 会谈结束后 洛哥回去和赫瑞克国王说了相关的内容 就在这时 一艘违京人的船突然驶向了营地这边 赫瑞克一看是自己的人连忙上去询问怎么了 原来他是来给洛哥送消息了 伯格趁着洛哥的主力部队离开领地之后 发动了突袭 现在伯格已经完全控制了洛哥的领地 而且洛哥的家人至今生死未卜 听到这个消息 洛哥彻底愤怒了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洛哥决定带自己的人回去 找伯格的麻烦 赫瑞克想留下来和泡澡王继续谈谈 由于他不会英格兰人的语言 所以他想把小神父留下来当翻译 洛哥让小神父自己选择 小神父选择留下帮助赫瑞克 让洛哥很吃惊 因为小神父知道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 洛哥大概的意思就是 小神父你不和我回去救家人吗 亏我还这么看中你 最终小神父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洛哥带着自己的人就离开了英格兰 打道回府了 与此同时 维京人一半的部队离开的消息 也被韦塞克斯的士兵发现了 故事线转到沙姐和比云恩这里 他们也得知了 洛哥的领地被伯格偷袭的事情 洛哥留在领地的家属都逃走了 远在英格兰的洛哥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帮助他 可沙姐觉得 酱油伯爵不可能出兵 毕竟这个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比云恩希望沙姐可以说服酱油伯爵一起出兵 沙姐虽然和洛哥分开了 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洛哥的 所以他就准备去说服酱油伯爵 沙姐警告酱油伯爵 伯格去占领了洛哥之后 就是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 可是这个酱油伯爵不但酱油 还是一个醋罐子 听说是洛哥的事情 立马拒绝了 不但如此 他还准备强上沙姐 被沙姐一下给提动要害 这时比云恩听到房间里的动静 拿着刀走到了门口 沙姐出来让比云恩先回去 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 阿璐这边也在做各种的动员 经过这段时间的奔走 只找到了几个龙护 愿意帮助他们一起对抗伯格 只有二三十人 希基觉得 这个人有点少 根本不够打仗的 阿璐准备采用游击战的方式 来洗脑伯格他们 让他们一直疲于应对 这样一来洛哥回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组织反攻了 其实阿璐自从上次 被洛哥原谅之后 就对他非常的感激 现在是时候回报他了 英格兰这边 在洛哥走后 留下的赫日克他们 就没有了规矩 不但烧杀抢虐 还随意强奸妇女 这搞得小神父很看不惯 可他又没有任何办法 当他回到帐篷 重新翻开圣经的时候 书上的耶稣画像流出了血 炮仔王这边 达到了维京人 分成两对的消息 洛哥带着其中的四艘船 离开了影地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在驻扎期间 小神父带着一对维京人 在山上打猎 没想到 他们遭到了维塞克斯士兵的伏击 众多维京人被杀 小神父独自逃了出来 可是没跑多远 还是被士兵给发现了 小神父之前是基督教徒 后来信奉了北欧众神 现在主教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 就和当年耶稣受难一样 为的就是惩罚这个叛教者 就在小神父奄奄一息的时候 泡澡国王出现了 他很强硬地 让主教放了小神父 故事线回到洛哥这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 洛哥终于回到了领地 他们首先来到了弗洛基的家 从弗洛基的女伴这里得知了 阿罗他们的下落 本来是四艘船回来的 但是由于在路上遭遇到了暴风雨 又损失了两艘船 弗洛基告诉女伴 雷神索发怒了 敲响了他的锤子 我们的船进水了 随后洛哥众人在弗洛基女伴的带领下 找到了亚斯拉奇和孩子们 洛哥也看到了自己最小有童年的孩子 晚上的时候 一直在外面帮助洛哥 吸扰伯格的阿罗回来了 洛哥想要立马组织人进攻伯格 让他血债血偿 可阿罗告诉洛哥 我们现在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 洛哥想要去找更多的人 阿罗表示自己也试过了 现在没人愿意帮助我们 更重要的是 洛哥回来的消息 已经暴露了我们的位置了 估计洛哥已经下令 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果然在洛哥这边 已经得到了洛哥的下落 现在他要亲手杀了洛哥 时间到了第二天 一大群士兵朝着洛哥 他们藏身的地方走了过来 洛哥看到带兵的人 并不是很慌张 慢悠悠地迎了上去 原来是沙姐和比云恩 来支援洛哥了 本集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 I'm your son Father I always knew in my heart that I would see you again But I never guessed that it would be in such circumstances Who can guess the plans and ways of the gods But now they have contrived to bring us back together And I for one Am glad for it But now here in this place 和你和我的母親我感到 我感到像是有生命去生存 太多久了 在本集中 洛哥和炮灶王进行了首次谈判 他们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 但是没想到 伯格偷袭洛哥大北营的事情 很快地就传到了洛哥这里 于是洛哥就带着自己的手下 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在航行的路上还损失了一半的人员 这直接导致了洛哥他们回去之后 损员严重 无力与伯格一战 就在洛哥感到无助的时候 沙姐和比恩带着一大批战士 前来支援洛哥了 与此同时 小神父被韦塞克斯的士兵给抓到了 主教要处死这个叛教者 但是被炮灶王给救了下来 那么在下期中 洛哥他们能够战胜伯格的军队吗 炮灶王要怎么处置被救下来的小神父呢 沙姐他们为什么要来支援洛哥呢 那就期待我们下期的维京传奇咯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长工 我们下期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